我们对那个城市又不是太了解 你可不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那个环境 其实我刚刚说的 Neilbunswick和Nova Scotia 这两个省份 其实人口相对来说都有七十多万 尤其是Nova Scotia 其实它有个地方叫Halifax 其实它那个城市里面 其实它的IT行业是非常蓬勃的 很多一些叫做IT的公司 其实都进驻在那边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 其实IT的工业 其实每个省都需要的 但每个省都特别需要 至于去到其实是否真的好 是否很荒谬 甚至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其实我很多省都很害怕 但其实你年轻之后 即是登陆了 如果你说是否我真的生活不了 当然你说荒山野嶺 或者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当然不行 但其实你回到一个普通的大城市 你所有看到的东西 例如什么银行 医院 甚至乎一些高楼大 其实你看到的 只不过当然 当然不可以和香港去对比 但其实所有的东西 比如好像刚刚说的西方吃的东西 比如西餐 甚至乎一些酒吧等等 其实是很多的 只不过有一样东西 最多客人是不懂东西 就是什么呢 没有中国的食物 因为好像我这样的时候 就算回到加拿大 但是我也想吃碗叉烧饭 想喝奶茶 但那几个散分 当然你都不会觉得一定会好吃 当然如果有 其实已经很好了 但相对于那个环境 甚至乎读书的环境 是很好的 因为就算那些 我们说的生活水准 空气质素 甚至乎水源 非常非常好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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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